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样是在美国拉斯维加斯所举办的 首集呢我们就是要跟各位介绍 断食男女大不同 因为断食大家应该已经都有耳熟能详了 可是您有想过它对于男生跟女生的效果 以及它对于男生跟女生的风险 竟然是有非常大的差异吗 就听我来跟各位说明 首先2022年的时候 我曾经跟各位发表过一个专辑 我们提到的是新英格兰杂志 这个非常具有影响力的 High Impact Factor的期刊上面 所做的一个研究发表 它呢是整整139位的实验者 整整追踪了一整年 去看整天下来的总卡路里的减少 以及分时段的进食以及断食 这两种到底呢有没有差别 结果发现呢 你不需要在任何时段去限制 而是整天的总卡路里的摄取减少 以及呢你确实是168或是204 这样子呢空腹了好多个时间之后 集中在某一个时段来吃多一点 这两种不同的情形 在体重管理还有体脂肪 以及这个代谢功能各方面呢 都没有任何的差别 但是这不表示它对于抗老的效果没有差别 新的研究也告诉我们 空腹了13个小时呢 你的生长激素会开始作用 空腹15个小时 Ketosis你产生了同体进入同状态 这个时候Ketosis会开始作用 空腹17个小时的 Autophagy自视作用会开始作用 而且呢根据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呢 你必须要空腹24个小时 你的肠胃道的干细胞才会开始进行修复 再来是你的脑里面的该把氨基金酸 也是必须要空腹24个小时之后 才会开始增加分泌量 体重的下降呢 是要整整空腹24个小时之后呢 就开始明显的会下降 也就是说呢饿得不够久 这些都不会发生 因此空腹多少个小时 或说断餐多少个小时 在某些时段故意不吃进食 然后某些时段才进食 确实在抗老的方面上面是有差异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刚刚提到了一个 Autophagy自视作用 在2023年的这个新的报道里面 他就讲到呢 Autophagy确实就是fasting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抗老的激转 那么他包挂了两种 一种是适应性的自视作用 一种是呢 瑕疵性的适应作用 适应性的自视作用就是好的自视作用 瑕疵性的自视作用就是指 它是过度的自视作用 我们先来看适应性的自视作用 它是怎么发生的 首先呢 断食呢 对于身体就是一个压力反应 Autophagy自视作用就是对于压力的一个反应 为什么呢 因为在身体产生压力的时候呢 可能你的热量摄取不足 你的营养不足 你的饥饿感太重 这个时候呢 你进来的身体所需要的原料 或者是身体所需要的食物不够 身体产生了自视作用 诱发自视作用是为了呢 去分解你细胞质里面的包气 蛋白质大分子 把这些加以分解之后呢 还原到他们的小分子结构 把这些小分子结构重新recycle 回收来使用 让它呢可以去代替你吃进来的那些食物不足 去供应你身体原料 就好像说呢 如果我们今天购买的食材不足 我们可能会把家里冰箱里面的厨余 拿来重新再制作 再重新的烹调成为一道可口的菜 自视作用就是这样的一个管家系统 协助我们在能量来源不足 原料不足 食材不足 摄取不足的时候 身体仍然能够自然的运作 那么这是一个我们的身体去适应这个环境 还有去修复身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制 维持我们的良好生存力的一个方式 同时呢我们刚刚讲到 他会首先的去分解哪一些的细胞的胞气跟蛋白质跟大分子呢 当然就是这些蛋白质折叠的有点不对 过度折叠或者是说蛋白质已经变性了 是去分解哪一些胞气呢 当然就是已经肿胀了老旧了 快要凋零了这些胞气 那大分子也是有点变性有点不正常 不再适合使用的 也就是他不但是回收再利用 而且他是帮你清理掉了你身体的老旧 而且可能是已经变性不健康的 所以他是一个再生非常好的机制 那我们再来看 如果是瑕疵性的自视作用的话 他又是什么意思呢 简单的讲就是过度的自视了 过度的自视会造成你自视细胞本身的凋亡 特别是第二型自视细胞 如果自视细胞本身都凋亡的话 就没有办法再帮你做大扫除 也没有办法帮你做回收再利用 所以他就变成是一个不良的状况的自视作用 一般宗教上的一个断餐的实行 比如说过午不时 我们不曾见过有副作用 我们现在讲到的这些瑕疵性 或说过度的自视作用 通常是发生在 非常长期的饥饿 是starving的这种情形 可能是像那个难民那样没有东西吃的情形 才会诱发 过度的自视作用 在一般正常的断餐的时候是不至于的 那我们现在知道了 为什么断餐会对抗劳有作用 其中的当然还包括我们刚刚前面讲到这些生长激素的作用 Ketosis的作用 脑部里面的这个Gebra的生成 还有我们的肠味道的修复 这些当然都是好处 但是我们没有要鼓励断餐断到24个小时 所以呢 如果我们想要启动 Otophagy这个抗老机制的 目前鼓励是断餐17个小时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 在2023年一个 The Review article 它把目前关于 Fasting 跟荷尔蒙之间的关系 所有的临床的研究报道全部把它整合起来 所以它是一个 A Review article 把它做了一个Summary 那我们看到呢 最明显的就是呢 Fasting 它造成了 睪固酮的下降 不管是男是女 它都造成了睪固酮的下降 在女性的话 它会造成这个 性荷尔蒙结合蛋白的增加 但是在男性我们没有发现 它对于性荷尔蒙结合蛋白有任何的增加 那我们看到它对于总睪固酮下降 油里睪固酮也下降 对于女生来说 这可以用在多囊性卵巢症候群的这一群女士 因为他们的睪固酮太多对于他们来讲是一个不良因子 所以我们反过来可以去考量是不是可以对于多囊性卵巢症候群的女士 去采用睪固酮下降这样的优点 可是如果对于一般的男士来讲 他的睪固酮下降对他来讲就一点都不是优点 因为会造成他的性欲下降 还有造成他的生殖力下降 那对于一般正常的女生的睪固酮的下降也同样会造成他的性欲的下降 所以呢 撇开多囊性卵巢症候群的女士来讲 我们要去注意睪固酮的下降这件事情 那么 The Review article 里面他们去研究到的是 倒是没有发现说因为男生的睪固酮下降了之后造成这个肌肉的萎缩 或是肌力的下降 在这一方面他们认为是没有 在我个人的临床上我遇到的是 确实我们的这个男性的患者 他在168断食整整一年之后呢 我们发现他的睪固酮从700降到200 这个大家就要注意了 因为我们曾经提到过 不是只有你的性欲还有你的性生活而已 我们也另外一个专辑提到呢 睪固酮的下降可能容易就会跟脑神经衰弱 有一些关联 这各位也要注意 所以在断食的话 我们建议这个男士还是需要呢 有一个好的追踪检测 最好有医师帮你来追踪你的睪固酮 那现在我们要来讲到对于女生到底有什么影响 断食的话我们一般听到的是呢 有女生的患者会来回馈说呢 他掉头发 那有些就是说呢 他月经乱 甚至他就提早停经 还有呢会情绪起伏不定 有的变得就是因为吃的很少的关系 造成他 荷尔蒙的原料不足 所以他会开始有忧郁的现象发生 这个都是可能的 甚至就是他会影响到甲状腺素 fasting对于甲状腺素的影响呢 现在是有科学实证的 那如果甲状腺素被降低 他可能反而体重是不减反增 因为我们知道甲状腺素跟基础代谢速度有关 因为你的这个体重下降 你的身体感觉到危机的关系 基础代谢速度把它锁死 不让你代谢太快 你反而会水肿 你会囤体重 再来你可能你的思考速度也会变慢 身体会变得沉重 所以这个呢 在女性的断食方面我们也建议呢 在荷尔蒙这个部分是应该要加以检测 关于掉法的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发现到两个不一样的状况 一个是呢 在断食的时候 他没有补充任何的维他命跟营养素 卡路里的摄取量减少 或是淀粉的摄取量减少的时候呢 他就开始掉头发 那另外一种是呢 他虽然也把他的卡路里的摄取量减少 也把他的碳水化合物啊 淀粉类的这些食物全部都减少 但是他是有补充 综合维他命啊 或者是B群啊 增加这个Biotin啊 或者是补充维他命D啊 这些个 蛋白质也要增加多吃一点啊 那这一种的话 他在断食的过程当中并没有掉法 所以断食跟掉法并不是一定划上等号 要看你个人在营养素上面的补充 当你的热量过少的时候 摄取过少的时候 你要记得你的营养素一定要着量的补充 那女生因为牵涉到有月经 所以我们的建议是呢 在排卵期非常的重要 排卵期建议你不要断食 碳水化合物可以正常的吃 那也不要让你的身体引起这个autophagy 不要急着在这个排卵的这个时候呢 去诱发身体的自视作用 不需要急着去分解 你应该让你的身体好好的去完成排卵这个工作 那金钱一个礼拜 因为特别容易金钱症候群 我们建议这个时候呢 也要适当的给你的身体安慰 所以呢 碳水化合物也不要减 也不要去断食 这个时候你就是正常的吃 那可以用什么时候来断食 帮助你去抗老的效果 还有减重的效果的话 我们建议是在你的月经来的这个时候 或者是说呢 在你的排卵之前的这个时候 或是排卵之后呢 距离你的下一次月经还有两周嘛 那你月经前一周不要断食 但是你月经的前两周还是可以嘛 就排卵之后你就可以开始断食 然后减少你的卡路里的摄取 减少你的碳水化合物 但记得要增加你的蛋白质 快要到月经前一周的时候就不要再断食了 不然长期一昧的没有根据周期的断 我发现有很多人的金钱重后群会爆吃甜食 可能是因为他身体对于这个 CARBUS 碳水化合物的一个强烈的渴望 在这个时候呢 会突然之间就大爆发吃很多 今天跟各位介绍 我们的第31届的美国抗老技再生医学会的特级报道 已经开始了 欢迎您继续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